哈囉,今天來介紹用至高搭配這個S4A感應板 這上面有一個光明電阻 主要軌道這樣經過的地方,球經過的地方 光明電阻這邊感受到值會變低 用來觸發什麼呢? 觸發這一顆四伏馬達 四伏馬達可以控制這個守門員去做一個防守的動作 不要讓他進球就對了 那這邊可以讓小朋友多方面的去嘗試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斜波如果每一組做的不一樣的話 那個球的速度就不一樣 然後這個跑道的長度還有這個距離 就有所不同 那我們先來做一個示範 不一定會進 不一定可以把他球踢掉 好,好像守門員太晚了對不對? 好,那就可以讓小朋友 去做一些修正 比方說我們剛剛的一個反應速度呢 這邊的反應速度太快了 太慢了啦 那我把它調快一點 剛剛是0.5秒 把它調成0.2秒 好,再來做一次示範喔 剛剛好把它攔截下來 那我們再試一次 是不是每一次都這麼準 對,每一次都這麼準 沒錯 好,所以這個部分還蠻好玩的 好,今天介紹就到這裡 好,先來做一下 好,先來做2 0.5秒 好,先來做6